耶稣上了橄欖山 第二天一早 他回到圣殿 众人来到他那里 他便坐下 开始教导他末 这时 法学士和法利塞人 带来一个犯奸淫事 被抓住的苦人 叫他站在中间 然后问耶稣说 劳斯 这个苦人与人奸淫 当场被抓住 依照梅室法律 该用石头扎死这样的苦人 现在你有什么话说 探门说者说 斯维斯探耶稣 找理由控告他 耶稣却弯下身 用石头在地上写 他们继续追问 耶稣才直起身来 回答说 你们当中谁没有罪 谁就先拿石头扎他 谁就先拿石头扎他 接着他又弯下身 在地上写 他们听了这话 便从连老的开始 一个一个地离开了 只剩下耶稣和站在那里的苦人 耶稣就站起身 对他说 苦人 他们到那里去了 没有人定你的罪吗 他回答 主 没有 耶稣说 我也不定你的罪 去吧 从今以后 不要再犯罪了 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